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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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開始看真點 來到十六點零七分的時間 看看恆生指數 最新是跌四十七點的 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點 大家和我們昨天 做節目的時候 表現高了一點 我和你做節目的時候 是一萬九千零幾 跌了下去 如果按時間來看 都是差不多 港股沒有方向 真的沒有方向 你說他約的話 我認為是約的 但你說他是不是會跟你 長痛不如短痛 這次他又不像 昨晚有沒有美股 沒有方向 昨晚 其實消息都很利淡 也不是特別多 只有石油減塵 對 其實昨天一開始 就跟大家說 八八三 以及火電鼓 那些可以看更多 今天就是演礦 上過三十六個半 但現在又好像 又休息一休息 還有電鼓 如果電鼓就 991 991 那就要有一點點 今天輪到 那隻叫什麼 902 輪到902 輪著黎星 環能國電 也是火電 中電又再強 就是2380 不是2號的中電 2380 再強 那 都是 都是炒這些 我可能會 如果給我買 我會選991 是嗎 首先補一隻 頭特別強勢 特別強勢 像那隻 顯礦 你看 開始高位 有些高處不聲韓的感覺 我們從這裡講到現在 高處不聲韓 哈哈哈哈 是啊 沒錯 是啊 就是這些強勢 就是莫古頂 是啊 不知道怎麼理解 是 Hello 那你要是看那隻1088 1088 1088有空間 你沒有那隻191 很漂亮 1088今天破頂 是啊 破頂 我覺得這一層還可以追 好啊 他現在就英俊了 之前 還有這兩棍有多大成交 哦 是啊 成交配合到 之前他走到這個 小園底的時候 我都看不透 現在很漂亮 是啊 是 唉 那麼 我們有觀眾 霸刀 霸刀是第一次少見一點 他說 沽爆港股 唉 但我覺得相對高一點 就是來沽 是啊 因為真的很怕路 其實昨晚我都怕 他不是說外匯那裏 那裏 就是將那個 RRR 那裏 是啊 是啊 其實這件事好像今天沒有發生過 沒事啊 我開頭以為他借的椅子又夾的 誰知道都夾不起 那就是因為對抗人民幣貶值 所以那個 人民銀行就宣佈將那個外匯存款準備金 有8% 其實是半年內第二次的了 嗯 由9%降到8% 由8% 今次就降到6% 嗯 其實呢 有市場人士股呢 有機會再降到5%的 將那個準備金 主要都是釋放一些美元出來 那 收回一些人仔 是的 讓那個人仔不要不斷貶 嗯 那 就 說真的 就算是大陸人都會知道那個美金是有息收 那個人民幣沒有息收的 那還要 就是那個息始終都是 就是那個 那個 貨幣那個的購買力啊 那個價值啊 都是在虐待的時候 誰想拿人仔啊 嗯 其實除了美金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拿些什麼 不過說起這個購買力呢 我以前 其實經濟還好 大概幾年前 我問過一些內地的居民 其實呢 人民幣波動呢 你們關不關心 其實他都很認真回答我 是 其實呢 我真的不在乎 應該不大 你說一些內地人 是 其實我只是用人民幣買東西而已 其實最負 其實很關鍵就是那個 政策在物價方面的調控 調控 是 所以為什麼內地呢 只不時對一些煤啊 豬肉啊 或者可以想像到任何藝術品相關的 的材料呢 他覺得只要有機會太大升大跌 那些他就會進行調控 是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這一類 相對 這一類 各 這種政體的國家的一些好處 其實他物價是 可以調控的 可以進行一個 有型之手的調控 其實 以俄羅斯為例都是 你說當地人呢 一個月可能跟你找 平均收入可能是三四千元港幣 嗯 但其實他們呢 如果你要檢查 做回當地的 就算還沒打仗之前 就算打仗之後 其實他們的物價是沒有什麼大波動的 嗯 因為他們的政府的方針 就是說我會確保 基本民生的一些 我走到超市裡 是 我可以買到很多 日常用到的東西 什麼香腸牛奶 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嗯 嗯 所以 剛才你說 什麼人民幣 如果對於內地人 他們是否 我問那幾個 他們都不理會這個議題 是 但如果可能 再有錢一點的人 就會更多 就是會分配 看看買些什麼 如果是民生 或者是消費品 就未必是 分別那麼大的 是的 但如果你說 我是做航空公司的 是的 我買東西買美金 收一收人仔的話 對他們來說 會對損心就大了 是的 做生意的那些 做生意的那些企業 就是會看到那個分別 不過他們現在可能 影響最大一點 反而是清零政策 更多 嗯 嗯 是的 看新聞說 江耳烏 全世界的產品 都在那裡出來的那些 那個地方 完全是 不可以做生意 那個影響更大 死成 是去不到的 是 所以接下來聖誕節 可能另外 都會 你可能見到一些東西 比剩下的一季 就是這個意思 任何供應 嗯 是 好 市場現在又再 好像跌高一點 我很想拿一些T恤 你 可以 你 可以下面有嗎 沒有 是 先擦一擦 麻煩 謝謝 今早 我想先 這個 今早 除了 剛才說一說 人民幣 那樣東西 今天那些航空股馬上彈 內地的航空股 是的 即670 1055 這些 全部都可以彈一下 真的 真的叫彈一下 是的 彈一下 1055 那些 低位有一棍 就是因為 其實都猜應該有些東西彈一下 但沒有想過 只是彈一些這些所謂的航空股 其他什麼鬼都沒有 我想整個市場都有機會再夾一夾 至少可能是外幣存款 是的 即是你說銀行存款 銀行存款 那些真的不同 那就差很遠 是的 因為缺水 你不放 很難搞 這個939 那些 今天都沒有受惠 就算你說銀行的東西 即13600 那些銀行股 都一半半 另外 不過 有 我開始聽到 有人說 喜歡看保險股 因為 你今天看到內房股 好一點 是的 厲害的 即688 109 幾隻內地房地產的大股 都很不錯 所以 就看到相關 好像保險股 就叫做純齒相依 他那時候 要保住內房 他本身都拿了 可能不少內房債 那 就開始 就看到市場有多了聲音 再看多一點內保股 嗯 是的 那我就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歡內保股 內保股 我看到索索經常有提 索索買哪一張 他也是2318 對 是的 看這個 這個 屏保 是的 他看屏保有機會 即是看到底 是的 所以我叫他回頭 碧桂園 今天也升了 是的 所以其實 今天那些內房是厲害的 即是看回 又是 最近 都比較 耐火一點點 內房的東西 嗯 不過 既然不是我一杯茶 但我說 如果是 受著浸 可能內房那邊 做好一點點 可以令到一些 相關股份 例如 內地保險股 受惠 那我也值得一望 嗯 還有我覺得 2318 都去到這些 就是 之前 那個低位是多少 四十二個半 是的 可能都見到最近的底 嗯 所以可以試一試 是的 那我今天見到 花旗 今天是六號 是的 花旗 都點評了一些保險股 是的 那麼就看了 看一隻 他就看哪一隻 幾隻保險股都有 花旗 全部都 有些就維持買入 但是 如果他說看一隻平保 就是 看七十七元左右 太平 九六六 就看十四個六 是的 其實都降了目標價 但是維持買入 是的 還有 人保 人保 看三個半 那就看下你們 怎麼看 就是會不會想一下 保險股 在這段時間 想一想 如果真的看圖 月線圖 剛才九六六 還有另外那隻 都 現在 現在的價錢 買入去都可以博一下 是 我覺得都有直博 因為跌得很低 做了一個底 是啊 現在譬如九六六為例 其實他都 去了他過往 差不多幾年的 對 一個支持帝位可以試試 穿了你就離開 對 穿了你就離開 那就是上面空間也不錯 對 那個支持位置容易看 另外還有就是 有朋友說 一二三 其實一二三是內房裏 最強的那隻 我永遠對他印象 都是好心好心 是啊 這隻真的厲害 很厲害 市場說 廣州地產商值得 所以連楊誠霖都說 他要承認我是廣東人 哈哈 楊誠霖他在廣東出生嗎 他好像廣東人 然後去了台灣 我猜以前 楊誠霖就是海外教主 現在他已經變成 算了 什麼 變成什麼 他已經跟譚校長 賺X信 變成 朋友 陳奕迅開演唱會 你會不會去看 其實他之前 他紅的時候 我都不放給他 沒有看的 一般般的 我只記得他 抬到跌下來那單 然後沒有了 就是在台中跌下來嗎 好像有 好像是 噢 真的不記得 那需要看醫生嗎 沒有 真的要做手術 要不要做手術 爆彈 應該要修補 修補 現在沒有人都有興趣 好 茶茶馬上走出來說爆彈 一路都不出聲 說股票 一說這些八卦的東西 這班人就衝出來 是啊 沒有啊 現在這幾天就是楊誠霖 廣東 吃海鮮 都是一個熱題 楊誠霖 正啊 但他在台灣長大的 也都在台灣走紅 現在為什麼覺得他半國 我還記得我有看他流星花園 流星花園 是他們的嗎 不是 是大S 大S 然後是F4 但有楊誠霖嗎 楊誠霖那時候是做配角的 他做配角 他有一條感情線 就是跟那個叫什麼 吳建豪的 吳建豪 唱法藍 F4裡面有什麼吳建豪 朱孝天 賢成玉 還有兒子 四個 我能說出來 我能說出來 F4嘛 流星花園嘛 是 那首歌也挺好聽的 那首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就是這樣 滑流星出來 笑包 他覺得他拍得很好 真的嗎 我也不覺得他拍得很好 不過我覺得 很青春 很青春 就是一代人的 回憶 回憶來的 我覺得是 所以我沒有看 咦 你沒有看 但我不用看 我都知道他很厲害 本來是漫畫 然後改編 但我整套戲裡面 最不喜歡的就是 大S 我也不喜歡他 他真的很醜 哈哈 很醜 很醜 他不是至於很醜 不過 他相信自己的髮型很涼 不過那個年代是涼的 大哥 你什麼事 是嗎 兒子 吳健豪 劉花哥 吃頭髮 救命 不知為什麼 每個人都要長頭髮 救命 那時候我覺得兒子很棒 不是 我覺得最棒的 都是賢成玉 是嗎 賢成玉也是 他應該是唯一一個 跟鄭衣健差不多 類型 搞錯啊 鄭衣健 可以啦 我自己不喜歡鄭衣健 鄭衣健 先比賢成玉 先比賢成玉 好一點 還有 可以持續唱頭髮 不是 因為鄭衣健的唱歌 真的不好聽 他的歌很好 他真的很厲害 監製選歌 給他選得很好 那些首首歌都很熱 首首歌 對 什麼都 為什麼你臨起這一首 什麼感激我遇見 那些 什麼型能情深愛上 那些 很經典 但是 他真的唱得不好聽 他真的唱得不好聽 但是那些音樂是很棒的 是 我的型都不是我一杯茶 所以我覺得一般 但是之後 我覺得看 很多粉絲 我知道 是 不過他厲害 我覺得他還保持著那種 真的很年輕的心 去到這一刻 是啊 他都五十幾歲人 他保持得很好 對 我覺得很好 他保持得很好 真的很棒 但是這首歌十分熱唱 對 就是他選歌選得好 但是你說他歌喉 就真的是一般般 其實他挺好 其實他稍微降唱的歌 其實他只要有些精神 出來開演唱會 就夠多了 是啊 好像學友那樣 有空就出來開幾場 他不是有空的 他很忙的 學友在世界巡迴演唱 他在香港唱幾場 在新加坡唱幾場 在美國唱幾場 他唱了一年 他都不知道收多少錢 你以為他人不在香港 但其實他就飛到周圍 周圍唱歌 他沒有什麼特別 他又沒有什麼新聞 在香港 除非他的演唱會 找一些特別嘉賓 但如果你沒有特別嘉賓 那些娛樂都不報 所以你沒有留意 現在什麼 《古巨基》 那些老派 就算張敬軒也是 那一群 如果不是MIRROR出了事 紅館那件事 他們要靠這群年輕人 要跟他們交往 所以這也是一個策略 經營的策略 你繼續在那裡 孤孤在上 真的有多少個歌神 如果你跟年輕人交往 你才會 我現在問了 那些九十後 還是二千後 那些 九十後 不是九十後 對不起 二千 或者二零一零年後 沒有人認識過庫城 不大吧 他們不認識庫城 我附近也有出一部畫波 我問了朋友的子女 十嵩歲大 讀中學那些 不知道誰是四大天王 Oh my God 誰是黎明 他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們已經 在他們那個年代 他們是看K-pop 韓星 還有看外國的 沒有地區的 所以其實現在最厲害就是MIRROR 但誰知道MIRROR又 中途脫腳 所以 哇 我後來想想想 其實MIRROR可能要一兩年才可以出回來 突然很小 都大鑊 都大鑊 其實有人問你老公 可能跟鄭伊健的身影差不多 沒有他那麼大隻 高度應該差不多 鄭伊健其實我覺得最棒 我老公喜歡 剛才我想說 我老公喜歡楊成林 頂他去廢 他跟我說我喜歡很愛教主 然後我說 OK嗎 隨便吧 就是偶像 等於我喜歡姜濤一樣 我老公也覺得我不相信 一樣的 鄭伊健我覺得她是那種型的MK 還未夠正 是啊 很代表香港的一種型 就是獅子生下精神 什麼都能下去 很多人有九十九個人 都會把MK拍到很差 但是她是唯一一個 屬於將MK發揮很好的味道 是嗎 長頭髮、近身皮褲 你看誰穿到 那不是 她的腳OK的 是啊 OK的 楊成林跟黃森林怎樣選 我可以選黃森林 黃森林是年輕很多 是不是 年輕他一點 年輕他一點 但是亞洲來說 楊成林比較紅 奇魂基金提醒我們 學友這幾年 保持著長遠 因為他要追回雷馬 那些 哈哈 他好像經常 I kill you later 他好像經常都投資生物 之前又不買 他好像很醜 沒有這些是命水 你賺完一塊錢 你還是要賭出去 即是牛 你一輩子都注定要做牛 要辛苦 即是沒有偏才運 即是有正財運 他們正財很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偏才的話 就不要搞這些事情 好 你就是搞給偏才的人做 即是例如周恩發給他老婆做就對了 他老婆經營有道 是 投資理財有道 但是他們把身家全部捐出去 唉 他應該有做過信託 然後捐出去 是 那也要確保自己和家族 是啊 那最近的娛樂股 好像沒什麼人怎麼看 有什麼娛樂股 還在講一些電影 大陸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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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IMAS的電影 IMAX中國的人 完全沒有人看 三個星期幾個月 沒有成交的 170 哇 弱道 先看一下 哇 今天整天早上只有 這張圖 我 14萬1000元的成交 這張圖 大家有沒有以為是日線圖 這是月線圖 這是月線圖 真可憐 沒有啦 我猜真的是封城 我的腹調控 上次已經是他差不多的高位 可能那個公司 有人接盤 他也會賣 那時候是55元 現在只剩5.99 很多的 阿里影業 之前有一段時間炒過 跟著阿里巴巴一起炒 1016 1060 1016 影業 還有一隻新照片 957 是不是炒命人概念 多少 957 這隻上了一段時間 最新的 之前吳奇龍 那隻叫做杜草雄 那一類 那時候我見IP 也有寫 要留意一下 他 杜草雄什麼名字 杜草雄 杜草雄好像改了名字 沒有 2125 2125 沒有啊 會乖乖乖乖乖 但高峰期 現在都 其實他真的舊 去年11 昨年11 沒有啊 整個版化真的很弱 2125 杜草雄 算了 今年到現在已經 走完超大的下降鬼 高峰期 5.5 現在剩下7 有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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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聽聞 就是去年年尾 12月那一刻 是啊 但是現在沒有了 然後 今年1月 見到頂後 就一直不斷卸 明星股 而且根本沒有成交 很久 一單成交都沒有 整天 說真的 市場這樣 誰還敢搞這些 就是 難啊 你根本 你那個疫情 都不容許你去 出去看 即是娛樂 去做娛樂活動 其實你這些應該 是符合割策的 因為你割策需要這些 去帶動消費 如果這些都沒有反應 真的很難 很難動 根本沒有什麼消費 現在只是好像 你找3690 幫你搞三餐就算了 吃 有得吃也算是這樣的 不讓你動 動不了 是 那 美團 今天又是這些位置 一百七十幾 這些 很難買 我不會買 是啊 我不知道會開箱還是開落 真的不喜歡開箱還是開落 是啊 我給你 我今天早上也是那句 如果221 220 那些位置 我就會買落 是啊 一一一 我正在想 它會不會 因為它順便有些折口 它會順便補一下 這是補到224 是啊 所以 大家看著 嗯 那觀眾對 其實很多觀眾 和大家一樣 都是八十校 比如 有些人說 蔡依林正一點 蔡依林是OK的 是 誰啊 蔡依林 哦 蔡依林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她是OK的 我覺得她是OK的 我剛才是阿沙都是鄭依健的鐵粉來的 是嗎 阿沙有很多鐵粉 好像很多人的鐵粉來的 蔡依林 我覺得她是唱得跳得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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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一點實力 一二一一 入一手都按一下 都按一下 是吧 很少用中文名的 是 其實台灣 其實台灣這件事 一直都在做的 那些人就算有英文名 都會改回中文這些音 是啊 那些 五月天要May Day G G 好衰啊 你們 很貴 一二一日 是啊 就算二百多元 你成五百股上去 都成十萬元股 不是 十萬元手 都還是很貴 不過我還覺得 比亞迪是有位給你買的 即是如果你是給長線投資的話 那現在說的 市盈率就一百八十 那預測市盈率都六十七倍 那 都可能有機會去回一些 再合理一點的水平的 所以我 為什麼說我會看下去 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是長線的選擇 即是你說 等它殺完股值下去之後 再買回一個長線投資 但如果短線 真的好像我們手行沒有東西做 但是想找東西做一下 就撲下去 是啊 好像上次 阿Leo 放了一隻 給亞迪下去 都快快快 馬上買個Chanel 是不是 真是真是 是啊 都開心的 因為現在股神 要沽的貨 都還有十八還是十個百分比 是啊 你至少等它 沽到它 只剩下低於十個百分比 你開始看 我覺得它 龜速地沽的 是啊 它都不急的 說真的 那 為什麼要 把價錢 難道真的 即是直入那種 即是不問價僱 我又覺得股神 又不會這樣 嗯 它又不是等錢 使得這麼交關 啊 不是啊 我怕隨時 股神現在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比亞迪升 真的啊 不是啊 他不是交了手 交了給他 不知道啊 你知道氣氛 都是耶 有時候都沒有關係 有時候都 即實際些 市場就是這樣 看風向 韓國歌 K-pop 每一種都用英文名 是啊 真的 所以我們容易搜尋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你給國際的粉絲 或者聽眾 起碼它容易搜尋到一首歌 鬼會打韓文嗎 是不是 他們又不會用中文 政治又不正確 跟美國朋友 那它要打國際市場的話 那些歌曲全是用英文來的 不是 是正常 即它不像中文 是 即都屬於 這個地球上 差不多接近第二大 不是啊 阿拉伯文才好像是第二大 即中文都是一個很廣泛 很多華人 會用 那你都說OK 即如果你鬼佬 我喜歡那首中文歌 它是不會搜尋的 嗯 是啊 所以我覺得韓國 因為韓國只有兩個地方 是會用韓文的 就是北韓和南韓 是啊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做法是聰明的 如果他們 因為其實 坦白說 韓國那個 演藝事業 文化產業 其實做得很大 佔他們的GDP 很大的 所以他們是很有心做 很藝能 這件事 就很不同 所以這就是 付加值很高的產業 是啊 你真的無限 你一個人 你統紅了 那你其實對整個 GDP 可能都會有 0.01的幫助 是啊 因為他會買相關的東西 他會來韓國 看他的表演 然後你一進來 學韓文 是啊 是啊 旅遊 我認識了他們之後 可能我會看韓國的劇 看韓劇 就是看韓國電影 就是好像魷魚遊戲 那樣 你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產業 是啊 我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BBC 他們是故意就著韓國的娛樂產業 是做了一個Documentary 是啊 就是好像在Netflix 可以看得回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所以其實是厲害的 你不要以為 只是在這裡 舉一下棒棒 大家大合唱 買一下CD 買一下碟 已經不是那種形式 這個商業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真的是富可敵國的 是啊 所以這個產業是很多國家會想仿效的 但是不是這麼容易做出來的 不是這麼容易 是啊 不是這麼容易 如果你香港也有幾個天團的話 那就行 香港 真的會行 這麼多年來都是上次想做的 但是 應該投入太大 可能 其實之前 你又不能寫包大一定成功 其實八幾年代 就是TVB那時候 真的叫大大台 那時候 他們在海外擁有收入是很強勁的 你想想 那些人移民都會去買VHX 就是會租回他們的碟體 等等 那個年代就是很強的 就是娛樂產業 以及熊什麼 熊周星馳那些 無厘頭的東西 但是他們當時進不了內地 所以他們還是有 就是那個 就是 又不是生不逢時 不過就不是最理想發展的時機 那跟韓國現在不一樣 因為有了這個 互聯網 是的 互聯網 然後走了十幾二十年的全球化 所以就可以帶動整個產業 不停地興起 但是說你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很厲害的 其實那時候香港的電影 全部台灣人 內地人都會看香港的電影 是的 即是黃晶 正裝追女仔 即是你們經常看的那些 是 很紅 即是他們會認識的 然後又 阿昇爺 即是你那些孫悟空 《狗笨之馬碗》 《狗仔系列》 周潤發 那些 或者甚至你再數前一段 那些 楚源那些 其實都是很紅的 在亞洲來講 他們經常去登台 因為講 大家知不知道登台這件事 即是年輕人都不知道 出租 是的 他們去馬來西亞 賺很多錢 你知不知道現在還在紅館 唱那一班的 即是 長輩級 那些什麼 胡美儀 即是 流行經典 連那些朋友 他們那時候下去 唱一場表演 回來就買一塊樓了 很誇張的 那他們 即是 因為 你以為他不是很紅 但是他們如果投資 有什麼 何馬利那些 所以 你不是說借業 那時候 那時候 不是說借業 不懂得想 拿去揮法 揮法 是 賭錢 他很喜歡賭錢 不然他現在 很喜歡玩女人 那些 不然他百多層樓 握手到現在 實在都算少了 如果他那時候肯 拿一半出來 沒有辦法 那他風流剔躺 他覺得自己一輩子 玩不完 即是 他那種 心態是這樣 就是 捧到天這麼高 即是不會覺得自己 會有跌下來 那一天 所以其實做投資 千萬不要覺得我賺贏 即是沒有賺贏這件事 不過 如果你是做一個長線投資 你找到一隻漂亮的股 你長坐下去 你輸極有個抱 即是 例如你真的十年前 你去買美股的話 你沒有可能輸 即是你 因為這是一個很長線的投資 但是你買港股 就 就跌倒了 即如果你買了十年的話 即是 可能沒有增長 當然你中間可能有些懂得收下 但是 你不可以幫你去自負 你只不過放在這裏做定期 而不會給你一個可觀的回報 是的 所以 其實當時 他那個年代 他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收入 他是應該去買樓的 那時候是不是幾萬元有一個單位 是呀 是呀 因為他那個年代 他紅的那時候 應該在香港買樓 是一棟棟的賣的 像唐樓那些 即是現在深水埗 土瓜灣 一棟棟的賣 所以一般人 是很難入場的 然後 霍英東 他就 開始分拆 是 做一個分層單位方式 他是第一批 他真的很有軟見的 即是 怎麼說 他不是一個政治家的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商人 是的 他真的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拆 一些單位分層出租 那麼 給一些 即是一般的家庭 中產也好 他的孕心 立刻可以縮小了很多 就上樓 嗯 那時候好像 真的 幾萬元都不用 可能一萬幾千 就已經有一層 接近二千尺的唐樓了 即是相關數字大家可以去看 最近 在 應該是西應盤 有個前舖後居的地舖 是 好像 業主當年好像八十幾萬買入 是 還是多少 總之 現在後來 最近好像得到一間 基金公司買入 2150萬買走了 是 即是他好像升了很多倍 不知道八倍還是千倍 我忘記了 是啊 不奇怪 是啊 真的可能那時候 那些拆可以了 但那個位置又漂亮 是啊 是啊 那時候真的是一幾千 可能你買的包是幾千 但是你買一層樓 好像兩萬多元左右 即是那個時候 但我上網看回 那時候第一層分層單位的價錢 那時候那些人就是這樣賣 賣賣賣賣賣賣賣 賣十個八個 那他們就發了財 就是不用做 其實他自己不用做 他的子孫不用做 他可能自己也要做 像波叔一樣 是啊 即是他們剛剛吃了香港經濟起飛 然後七幾年的時候 內地改革開放 那個成熟的果子 就是經濟起飛 他就吃了那一段 那時候那群人現在就變成了香港的富豪 那時候很厲害 我聽那些阿姨他們說 你基本上是小學畢業 你出來工作 或者他們那段時間 可能你讀到中三 你出來就管人 你是不需要由低做起 因為你懂得字 而當時很多人可能還是文盲 或是很低程度 是的 所以他的教育程度很低 讀小學讀小一小二 這樣而已 那你讀到中三出來 中五很厲害 如果你在大學那裏 直接給你管理做 因為你跟外國人溝通 正民地時代 所以其實沒有 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是辛苦的 我覺得是 因為可能發展得太成熟的時候 你那個 很多東西那個 發揮的空間已經很少了 全都窄了 全都在大學生 反而覺得你做大學生很基本 大學生又如何 我反而覺得現在很多東西都回歸原盤 你一些有手工藝的東西 反而你可以幫到自己更加即時 是的 因為斷了一層 每個人都去讀書 然後沒有工藝的市場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反而是 應該是 現在《英文憑》那張紙 幫助不是太大 你需要再加更加多東西上去 譬如你懂得彈港琴的 演奏級的 我覺得你就會多一張 周身刀 可能就好很多 就是要多一些技能 是的 真的不是好 因為你 可能是 社會變得太過於制度化 很多東西都很難 所以要適合自己 又覺得是找到有出路的東西 認識的人好 當然 那你也要各方面發揮才行 不是我去大學 有人認識你 我發我這個人沒有材料 那就死定了 你認識的人也沒有用 是的 所以多一些技能是好一點的 是的 那 什麼 股票基金 小新有什麼人問你 有沒有 有人邀請過你去幫忙 登台唱歌 小新是做主持多一點的 我做主持 不過我試過幫一個機構做節目 那個節目是需要唱歌的 那我是有唱過的 網絡 OK 不是那些真是登台那些 嗯 沒有啊 是啊 沒有登台這件事 有的應該可以看回的 但是我搞不定 他們那些在工作室裡面 要戴著眼鏡的那些 是啊 很辛苦 不是很懂 始終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歌手 究竟要進入 已經是來的 那些 你上到台上 又是另一回事 奇幻基金說這句話 我很煞人同 過去很多事情失氣之後 現在變得有市場 是啊 所以你懂得看一些 可能你回南北 你已經成功了 哈哈 我不說真的 你現在問一個年輕人 你現在跟我馬上 找出哪邊是南北 他可能 首先拿出電話出來 我開iPhone 但是你要一些很原始的方法 其實他幫不了 掛不到鼻子 即是不懂看太陽 在哪裡升起 是啊 在西邊升起 哈哈 可能真的可以這樣回答你 那邊 那邊 原來西邊 開農場當然要賺錢 其實外面有很多投資概念的東西 除了炒期貨 可以炒到小麥和大豆 其實很多美股 有沒有農場股 我知道香港有隻雞場 香港有雞場 有啊 鳳場 也不記得什麼號碼 如果我以前有說過 他當然有感覺 就是賣雞 他是做琴速的 我室內以為是賣金色的 鳳場 9977 但是他又沒有受惠到現在那個 可能要過多一層 怕過糧食價格的問題 是嗎 是的 我覺得還未起動 好像 味道 其實如果內地這些 我反而覺得 如果那間農場是專供雞蛋 我覺得可能產值會更加高 雞蛋 但是我不吃大陸蛋 不是 他做什麼蛋 大陸蛋的因應價錢 已經分得很清楚 便宜 是不是很有系統 我經常覺得很多雞蛋 很有系統 你以為深圳為例 其實他有很多已經是用科技養殖 就是他一粒蛋可以賣到你三元人民幣 三元人民幣 很貴 是的 我覺得他不會造假 一粒蛋你吃下去是不同的 他會告訴你 可能是用三文魚 或者是用某 或者用一些盡量 他不會說標榜得很有機 但是他說 我是會局限了雞吃什麼 他的蛋就會賣了什麼 另外一批可能是小戶農家 我收的是走地雞蛋 你不要跟我說他吃什麼 雞就是走地雞 雞蛋就小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認證的問題 也有 也有 他都做到 因為你來香港 香港人就會怕吃大陸蛋 因為不知道從哪裡來 網上的新聞 令到大家太過於超過了 我認為超過了 因為 那時候我去珠海生活的時候 其實你正常可以 譬如華倫 它下面旗下的超市 你去雞蛋那一欄 你是因應你的購買力 你可以買到什麼雞蛋 是 他想好一點 你就買一些 真的用一些 漂亮一點 養殖的雞蛋 是 他有些跟你說什麼無論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 那些雞可能缺少一些 不會有一些 不會有一些 正常的雞蛋 會有一些 有些所謂的紙物 他會告訴你 他有所有的地址 QR Code 他們是做到的 但是你說做假的蛋 我也同意會有的 但是同時間存在 其實他們對於雞蛋的管控 這件事上面 其實他們都 有分類 近年是好了 都有的 因為有錢的人 一定會肯定跟你買 所以我覺得 你說養雞 我覺得可能 比不上專供蛋 可能蛋那方面 他們的負價值 或者利用更高 不過可能 他們是否少入口蛋 就是我們香港人 我建議現在普遍家庭 全部是買日本蛋和美國蛋 因為他們選擇多 他們買入口的 香港沒有本地 本地蛋都有的 我覺得香港是沒有本地市場的 沒有本地 有本地蛋 但是不多選擇 對 通常就是泰國蛋 美國蛋 和日本蛋 以前的日本蛋 是很貴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 吃了日本蛋之後 不能回頭 真的不能回頭 我放了一些廣告 如果你們要買新鮮雞 他會不會去網絡 是嗎 他有個親戚 是很有心在樓浦山做雞腸 我真的覺得 現在的雞是沒有雞味的 是呀 有雪味 是他親戚的雞腸 你可能百多元一隻雞 是 但是呢 你可以吃到 什麼叫新鮮雞 它幫你處理好 好香的 有雞味 這麼棒啊 多少錢一隻呢 你當 我現在都要百多元 但我覺得是值的 因為你做折的時候 大陸人家買七八隻 都夠 是呀 其實比外面吃的雞 你不會吃到什麼 我那些是雪雞 是呀 除非你自己去那個 廣東人做雞 都是很多方法的 賣雞都要找我 不是 他那個親戚 真的很有心做的事 類似東中西網 那些節目都有採訪 都有採訪 是算本地幾個雞腸 是很少可謹存的 因為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是呀 你做牌污都做到死 那些 是呀 你滿足食環的要求 其實是難搞的 是呀 夢王雞蛋 聽說最好 其實我覺得藍王一般 藍王一般 這兩個人是不是日本 藍王是日本的 夢王藍王都一般 但我吃普通櫻花蛋就算了 我沒有什麼 日本雞蛋 日本雞蛋可以生吃 打火鍋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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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每天都吃一隻雞蛋 生吃 唐芯 唐芯 是啊 唐芯 真的挺好的 沒有呀 你一定要買高質量的雞蛋 你才可以做那些 什麼鴨蛋 還有那些 唐芯蛋 如果你質量不好 是做不到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港股就缺乏這一類的投資概念的股 就是 你一邊買雞 一邊買豬肉 嗯 但其實蛋這些 其實你在日常生活需求更加大 是啊 我相信如果糧食價格高期的時候 我可以不吃雞蛋 是 但是一粒一雞蛋 可以頂到一餐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好適 還有現在香港人都是追求 那個 即食物上面的質量會偏高一點 嗯 吃好一點 是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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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舊老,舊東家 他們多了一個新節目 叫做數據尋寶 幫他們賣廣告 數據尋寶 對,他們用數據去找一些強勢股出來 覺得值得買 他們按了一隻267 它有941 有1088 然後有一隻中信267 我覺得這是可以保護的股份 因為我之後充滿口令 1088他叫中了 還有一隻什麼? 1098 是的 他今早說還可以繼續跟進的股份 是的 所以其實 941我也覺得可以跟進的 因為他今天除息 還可以有三個幾星 你覺得他除息之後的價錢 其實我覺得他今天應該都 穿一穿50元已經定了 嗯 是的 如果他明天再上升的話 是可以再想 嗯 然後之後 對了 這個是挺好的 還有1088和267 267 其實我之後就不知道 我之後沒有聽到他的原因 純粹是看數據和技術走勢 資金流 嗯 我看過成交方面 其實都可以活躍 不過今天就回了一些 是的 OK 近來真的活躍了一些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功課 想一下 是的 那就是267 267 有沒有得想 這個我真的少買 是的 但是你說一年八八 我覺得現在 始終我怕資金關注 會有多些作為 就是一年八八 是的 因為尤其如果 就是 接下來都是冬天的 應該還可以再升 嗯 那另外就 哇 大家都掛著吃蛋 哈哈 千萬不要在股票市場吃蛋 嗯 Golden Ramsey的男朋友 哈哈 但是炒蛋很肥啊 因為你炒蛋 始終你要加牛油 欸 我沒有加牛油的 其實我喜歡吃十蛋 多一點 吃到蛋味 是啊 你吃炒蛋的話 那些你就變成吃多了油 是啊 因為你炒蛋 你不加多一點油 又不夠滑 是啊 啊 啊 還有些什麼 Golden Ramsey 男朋友炒蛋 哦 是嗎 好 喂 109點了 看看指數是跌些什麼 指數成份股 暫時跌得最多 就是阿里健康 那麼升得最多 就是碧桂園 碧福 今天主要強勢的 都是些內房股 是的 那麼另外就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都覺得 今天始終是中海油 和中移動除色 所以其實對市況來說 都可能有些 向下拉動的作用 是的 那 但我覺得兩隻股粉 883 和一隻941 都還是硬正的 嗯 對 另外就 其他那些 咦 今天連一隻291 都回到去50.7 有些不好看 啤酒 啤酒 啤酒股 其實剛才也有說 即是蛋糧食 那樣東西 其實我都繼續 會看回一些 啤酒 不過可能 這些酒股 那個股值相對 是比其他的糧食 或者食品類價格 的股份 是較貴 嗯 所以可能還有些少跌的空間 不過我覺得這些 還是基金喜歡的股份 是最多的 168 都已經穿過70元 今天 留意一下 我覺得這些 剛剛去到100天線 可能有機會 搏一搏 彈 168 不過這段時間 沒有什麼成交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喜歡玩啤酒股 其實我去買的時候 在他錯的時候 買了 哈哈 不覺得不覺得 因為他始終是 真的會很配合 那個季節 還有沒有活動 是 所以我只是 算了 我還是買回來喝 其實消費類股份 都是這樣的 很多東西都有季節因素 是啊 唉 我沒有 我繼續看回一些 我繼續跟進 一二一一 看看有沒有夾高 再紅 另外 中海有 對 昨天沒有介紹錯 低位叫你們買 真的 中海有 九個幾 我還以為 他會不斷增產10萬 誰知道他是減產10萬 是啊 他是減產 所以他一定要把油價上 是啊 其實他們都在賭 那個衰退 即是 撇除OPEC 是 他說得明白 他跟美國不是故意作對 其實他說 他覺得 我是害怕衰退 反正 怎麼說 我不斷減一下 免得做太多出來 有時候我又不知如何賣出來 是啊 是啊 我游價 剛才八五七又漂亮不漂亮 八五七都漂亮的 不過 沒有八八三那麼好 昨天有說看這些燃氣股 不過都沒有什麼特別 燃氣類 今天隻身很想過 118的 什麼號碼呢 26800 26800 26800 我看看相關的股份 那些同行又怎樣 同行都一般般 昨天就升了不知什麼北京藍天 今天都沒有了 所以不如看看火電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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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的 2380 今天836也不錯 835 不是 這是一般般 我喜歡 剛才你說的大唐 是啊 991 他真的很厲害 但是如果近一點 可能選一隻902 不過今天也挺波動的 是啊 真的波動 看一隻902 要是 902 可能會舒服一點 等一下 叫做的 暫時大概都在十天線上 1071 這個我不是很熟 1071 1071 都可以的 現在看圖的話 嗯 去回近前頂位置 還有這一陣子成交是非常之大 就是比起之前來說 比起之前來說 就是他逢真的要炒那陣子 成交就上了 就是要來的 就是價量齊升 就是Gary Sir說的 是的 Raisen說293 293現在的消息呢 0加7 你覺得很混亂 是啊 今天早上好像 李家超也出來了 回應放寬酒店檢疫 那件事 路重貓又說 大家不要想這些 我們是不會躺平的 是的 接著 有誰說 何柏良就說 一定要禁止 這是已經沒有意思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是啊 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昨天看IG 看到有人寫 2019年就說 打了針 就會可以恢復如常 接著之後 2020年 就說 打兩針 會恢復如常 當然2021年 就說打三針 會恢復如常 那麼2022年 要打多少針 才能夠如常 都沒有如常 之前是政府承諾 相信可以如常 其實 打了這麼多針 都沒有如常 也是 特首最近宣布的 這個閉環 其實是否有機會 11月宣布香港全部靈家室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是 你要進入內地的人 就進入河圖 是的 那外面還有靈家室 我覺得是 剛剛好 相對 影響不到 不會傳回到大陸 我們可以回到大陸 我又可以繼續 我的偶像上 叫做靈家室 是的 是的 我可以出去 然後又可以回來的時候 不需要有個隔離 同時間又吸引回 旅客來香港 是的 就是死的了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是香港的經濟 唉 靠你們讓我去一去 泰國也好 很大鑊 其實呢 如果從 不要想香港人要走出去 你是要讓外地人走進來 那你走進來 你才能回到 其實那些人不用來香港 澳門的了 去新加坡就可以了 要到才有得到 是啊 你要禮物 其實新加坡也做到給你的 是啊 或者你去泰國 去巴黎 不用來香港澳門的 是啊 你會變成 我們的吸引力是越來越低 低的 或者那些人會逐漸會忘記 變得北韓 尤其是你不要說旅遊 你金融業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那些 其實都很嚴重的 你的高管全部都走了 然後又撤離了 那我不將 那你這麼麻煩 我看不到春路的話 我的總部就不放在那裡了 是啊 我就轉去分架坡 這樣 所以其實 這個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嗯 嗯 那今早早 李家超也有回應的 那他就說 有五個原則要看回 包括 不躺平 控制確診數字 減重症 減死亡 和保護高風險人士 精準抗疫 平衡風險 和社會實際需求 這樣 嗯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 怎麼說到的 但是他強調不躺平的話 那 都不知道是想表達什麼意思了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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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李家超是傾仰於開的 是 因為他跟 是 都幾明顯 從那個 什麼 他上任開始到現在 他都沒有說 什麼 很少說收緊 那些 很擁大這個 要清明 所以我覺得是他要開的 我都希望十一月開 希望啦 是啊 好啊 先看看市場 現在19,144點下 12點01分 就跌30點 半日成交大概449億 好啦 那我們一聲一陣 是不是寶貝上來 寶貝跟我們做節目 不不不 他上來一聲 是 是 好啦 那麼多謝了 一聲一陣 再回來再見 拜拜